今天我們最近在香港發生一件很大的事件 一件很大的社會和政治事件 就是關於這個逃犯條例的爭議 整個城市都很多的撕裂 很多的矛盾 很多大家的情緒都非常之沉重 有時候可能很因為聽到一些意見 和你的意見很不同的時候 你會很怒氣或者很反感 不同的情緒都出現出來 我是很鼓勵鼎姊妹可以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你是可以為我們整個城市祈禱 很希望我們整個城市得到平安 第二件事可以為自己祈禱 各位鼎姊妹 你會收到很多的訊息的時候 有些訊息可能是很偏見的 有些訊息可能是虛假的 有些訊息可能是很真實 但是不適合你的立場的 那你會有很多情緒上的反應 那很希望你真是按照我們中人所說的 首先要三思而後行 我的生日建議就是三討而後行 什麼叫三討而後行呢 是不斷去討告 你經過三次討告的時候 你可能整個人就會平靜下來 也都會決定 把不把某些訊息再轉化開去 對你來說去分析事物有很大的幫助 如果你除了是祈禱 第二樣我建議大家可以去聽很多很多詩歌 因為基督教有很多的詩歌 很多詩歌是非常之好的 是可以安慰我們的心靈 安慰我們的情緒 第三我建議大家在這段時間多些 真是閱讀聖經 閱讀上帝的說話 透過上帝的說話來安慰我們 特別我建議各位可以是讀詩篇 在這段時間裏面 如果你的情緒都沒有辦法去控制得到 或者真的沒有辦法平復 你很多的抑鬱 或者是甚至想自殺 是很多很大的情緒有困難 你一定要和你的家長 和你的老師 或者你的社工去溝通 或者你找一些基督教的輔導而善 好像我們人生而善 我們所有的輔導者都很願意聆聽你的心聲 各位弟弟姐妹 我很想在這段時間 為香港為各位祈禱 很希望如果你能夠看到這個視頻的時候 你閉上眼跟我一起祈禱 我很願意為你祈禱 親愛聖子父上帝 我很願意為我所愛的香港這個家園 向你祈禱 求你的寬容 你的愛大大的充滿整個地方 主要叫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 以愛相待 以寬容相待 雖然我們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求天父 即是保守每一個人都按照你的旨意 去能夠成就所有的事 親愛天父求你的人愛 充滿我們 叫我們學習去愛對方 因為按照聖經所講的最大的命令就是愛 我們要給此相愛 因為這個是我們的家園 親愛耶穌基督求你十字架的補血 去遮蓋我們整個城市 幫助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明白 我們都是一個罪人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有偏見 可能會有憤怒 求天父 求耶穌基督 你十字架補血去遮蓋我們所有的罪 幫助我們學習耶穌基督 有一種虛懷的心 有一種服侍的心 親愛的聖靈求你都幫助我們 指示我們提醒我們每天 走在上帝的道路當中 叫我們不要發惡言 不要行暴力 叫我們真是按著聖靈的引導 幫助我們繼續為香港祈禱 為我們自己祈禱 為我們周圍的朋友祈禱 就算為我們和我們立場完全不同的人祈禱 求天父聽我們祈禱 乃逢靠主耶穌基督聖明求 Amen